非常beautiful 今天百无聊赖 决定来一顿我的最爱 红烧肉开枕 我新学了一个关于红烧肉的配方 这么大 跟小拳头一样大 太大 稍微宽着点 接下来把五花给它焯一下水 然后来点水 接下来咱们切点这个葱姜 葱给它切成小段 咱们把姜 给它切成小片 上两颗干辣粥 今天带来这个红烧肉绝对颠覆你的认知啊 这个是我花了799琴我的朋友啊 他的西房菜系 准备一颗 只有苹果 哎呀 切成小片 然后来上一颗小鸭梨 一颗小鸭梨 再来拌个苹果梨 再来拌个苹果梨 也如法泡制啊 切片 然后还有 有 今天我们这儿西瓜巨便宜 不知道你们那儿都什么价 我们把这个西瓜上 哎呀 炫下来 炫下来专药这个西瓜皮啊 很甜 哇好甜啊 这肉焯好以后啊 咱们 要捞出 首先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一点点油 然后里边来点冰糖 简单炒个糖色 小火咱们编制早红烧冒泡 OK达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啊 就非常完美了 然后把提前准备好的葱姜下到锅中 然后五花下到锅中 然后给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把切好的水果下到锅中 辣椒桂皮香叶 外加一个拍开的草果啊 一并下到锅中 来点生抽 一点老抽 盐 蚝油 盖一盖 小火啊 咱们给它孤独40分钟 接下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本地的炒猪肝 这是一个猪肝一副猪肺啊 一共花了好像也就10块钱 然后咱们把这个先给它切成小片 给它切成这种小条 好 你别说啊 这肺子还挺滑 然后来点猪肝 猪肝来上一小块就OK 然后来点水了 咱们把猪肝和猪肺啊 给它好好地洗一下 然后 40分钟以后啊 咱把五花 把这些 给它捞出 家里边砂锅不知道哪去了 咱把这五花啊 挑出来 放到这个法郎锅当中 这次切得有点着急了 这个形状状态啊 我顿手有时水准 然后来两块腐乳 煮入的汤 倒到这个法郎锅中 接下来咱们给锅中 来点肥点的五花调 开小火啊 咱们给它煸炒出油脂 咱们把五花稍微煸干以后啊 洗干净的猪肺 猪肝 下到锅中 继续给它煸炒一下 咱们把猪肝和猪肺啊 好好给它煸干 咱们把猪肝啊 炒至微焦发干 然后火开大点啊 把提前准备好的料汁 下到锅中 然后稍微来点水 小火焗了十分钟左右 然后咱们再给里边 十分钟以后啊 咱们给里边来点这个土豆条 杏宝菇条 还有胡萝卜条 下到锅中 然后给它煸上五分钟 汤汁收的差不多啊 咱们来点这个韭菜段和胡椒丝 下到锅中 下到锅中 非常激烈 非常beautiful 现在这个状态啊 这个状态太完美了 必须来点这个小可乐 必须来点这个小可乐 先锐锐嗓子 先来上一口 来一块这个 先浅尝一小块 哇 里面太热了 这样的状态相当棒 完全成为一个果冻 混上米饭绝辣 不得不说肥肉不烦 确实多少有点烫 吃肉不吃蒜 香味少一半 今天这五花着实挺大 咱们给苦香那叫脚味啊 咱们把这红烧肉 这个层次给它打破 出来拌点米饭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炒猪肝 下到碗中 盖上一个小型的盖饭 然后再来上一块 咱们把这个炒猪肝 你们吃盖饭愿不愿意就搅拌在一起吃啊 应该所有个都市人都超爱吃 这个炒猪肝 这次是一种炒猪肝 这个炒猪肝 就说炒猪肝 所以炒猪肝 就吃不大了 非常的酸 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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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的